小王刺死人妻 称我不坏 扶怒 这种人可叫话 杀死和自己外遇的人妻 然后说我不坏 你信吗 这么大言不惭的 是计程车司机黄明敏 他跟已婚的职场中姓老板娘 发生婚外情长达十年 每次见面 中女都会给他5000到10000不等 供他花用 但今年三月 黄南怀疑他另外有小王 竟刺杀中女胸部致死 之后割完跳入排水沟 企图自杀未遂 被依杀人罪起诉 日前台中地院开庭 他当庭对中女丈夫下跪道歉 并且辩解说 我也付出很多 给我一次机会重新来过 我不坏 中女丈夫不屑地转过身 对着法官说 这种人若是可以叫话 我就花钱一个月十万块 请那个人来 中府还透过律师表示 拒绝和解 请法官重判 等新闻综合报导